好 而2024年的经济我们就以美国的经济为首 那么最新的数据出来 在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全球股市涨跌互借 但是降息年是非常乐观的普遍预期 所以欧洲 美国 日本市场 2023全年股市表现都是涨幅亮眼 在元旦的时候 美国民众关注新法上路 全美22州宣布调涨最低薪资 包括了纽约 加州 华盛顿州 时薪一律提高到16块美金以上 调薪幅度最大的是夏威夷 一口气调升了2美元 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则报道 让劳工们开心的是 不只有退休或最后上班日 还有全美22个州 从1月1号起调涨最低薪资 奥勒冈内华达州和华盛顿特区 将在7月1号生效 佛州则会在9月底跟进 薪资基准线全面提高 将为全美共990万名劳工 额外增加约70亿美元的年收入 只是对业者来说 生意越来越难做 尤其在加州 最高薪资提高到每小时16美元 已经是全美第二高 素食店的员工还要从4月起 领到比其他产业更高的酬劳 每小时20美元 但就像新法让发薪水的业者 大呼吃不消 全球最大披萨连锁店 Pizza Hut 已经采取动作 将裁掉加州1200名外送司机 随即遭到顾客抵制 至于在最低薪资位居全美最高 将提高到每小时17.5美元的 华盛顿特区 业者早做了准备 这是一间可以买书 可以用餐 还有艺廊可以参观的复合式餐厅 而店里员工领了酬劳 已经超越马里兰州最低薪资 至于在阿拉巴马 威斯康辛等南部和中西部的州 则由于没有制定最低薪资法律 依旧以7.25美元的联邦标准为主 而这个数字自2009年以来没有变过 通膨却在这段时间飙涨超过40% 只是在这当中调薪幅度最大 一口气上调2块美元的夏威夷 则有其他难题要面对 去年8月 独家胜地茂怡岛遭无情大火摧残 造成100元丧命 超过2000栋建筑物被毁 为刺激经济复苏 当局没过多久开始上观光客招手 尤其是年底这波长假 贸易岛西岸的拉海纳情况更复杂 由于当地还在清理有毒残骸 加上房屋市场紧绷 使得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火受害者 只能在海滩边客难扎营 却要看着游客在一旁开心玩耍 这些野火受害者当中 不已从事服务业的人居多 就在他们一边走出伤痛重建家园 一边又要谋生的情况下 还经常被客人提问 有没有被野火影响 有没有认识的人因此丧命 苏醒美国房市再传好消息 最受欢迎的30年期房贷利率 已经连续第九周下降 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星期 降到平均6.61% 至于2023最后一个交易日 美股涨多拉回 没能延续上涨行情 但在今年降息年的光芒招耀下 三大指数连续九周上涨 道琼全年飙涨43% 德国法文客服证交所 则在封关日当天开香槟庆祝 全英市场押注 欧洲银行将率先开启 降息第一枪 带动泛欧Stocks600指数 2023全年上涨近13% 当中又与意大利表现最佳 至于日本 日股日经指数虽然在封关日走软 但全年飙涨百分之二十八 凑下十年来最大年度涨幅 TVC 中文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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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研